接下來是第七個,第七個是樹木人,Woodman 這個Woodman其實都頗難打的 如果你沒有拿著一些特別武器 其實就純粹憑自己有不太高處技術就很難打 一開始這裡,不要管蝙蝠,很久打,打到發彈還沒打完 所以就這樣衝過去,就看到那些兔子在射他 那些可以不理那些,那些兔子就不要管了 這裡呢,一拿完Metalman那個,就看到這裡適用了 普通彈來打他就會彈一轉頭 但如果用Metal來打他,就可以一下就死了 而且最重要就是這裡,你拿普通彈去打他就很久打 但你由於Metalman這個武器好的地方 在於你可以八個方向這樣打,所以就... 挺好的,但這裡又是斜子,不斷射 令自己可以用最少的損傷就可以打到他 這裡又一一下一下就打他,如果你不想扣他 你不想扣他幾個出去,你扣的道具能也很少 所以Metalman這個其實很值得 如果不是說想先拿下其他道具再去打他 讓他可以拿起一隻兔子的話 其實就先打他,拿了Metal的武器就最好 那...很容易能夠過到這幾關,然後就上去另一個區域 過完這個區域就差不多打最後一個人 那...就是最後一個頭目了 那這裡呢,記住,又是有一些小鳥 很容易會出事 那...又被他的蛋壞了,那些小鳥 又...又不斷射出來那些小鳥 那些小鳥 但是就好像這樣,又會中招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那為什麼那個人中了招之後呢 會...沒有了那個樣子呢 那因為...我...打的時候呢 就直接插我張Capture Card那裡 就是把那個... 林天堂的AV 插到那個...Capture Card那裡 那但是插了下去之後呢 那...發現原來他... 有時候是會沒有了那個樣子的 那...但是...因為我用武器錄呢 就...沒有那麼漂亮啦 那個畫質我覺得... 呃...會...是...會... 是...會...是...會...是...是... 所以我也是想用回... 就是真的用回紅白機來打 那...可能會有一點點影響的 那...可能... 就是... 不過看就沒有影響啦 我打的時候就很煩 有時現在人也不見了 然後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打完... 用...用METAL來打這幾個就很容易 那他這裡呢...我... 我不知道了 我試過幾次都是... 我們這樣發幾下 他就會在你面前跳過 那麼...所以就... 那...都... 都...照樣發啦 就把他打不死啦 我便... 最後就用Hitman的武器 為什麼要用這個呢?因為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儲力去打 一路儲力,儲力到最厲害的時候,音響告訴你有多厲害 到最厲害的時候就放出去,打兩下,Woodman就死了 記住要等它那個樹葉護盾放出來才好打它 否則樹葉護盾會擋住你的武器,這樣就沒好處了 之後再拿樹葉護盾,待會你會看到很有用 下一集再見